救護車在病患送醫 途中出車禍不在少數 但肇事責任逆轉就很罕見 翻轉個案發生在111年11月 貨車綠燈撞擊闖出入口的救護車 車頭凹陷變形 當時民間救護車上 載了兩名患者分別送醫 事後車艦會認為 貨車駕駛對付全責 救護車業者及車上傷患 都分別向貨車這一方求償 翻轉關鍵就在救護車上 其中一名患者 因為達民間救護車撞擊而受傷 求償金額高達114萬 貨車駕駛不服互打官司 調查結果逆轉 法官認為救護車當時在的患者 並非緊急任務 反而是救護車駕駛 貿然闖越紅燈 過失程度從零 逆轉成80% 貨車駕駛僅判賠給車上傷患 11萬5 這讓貨車車主很不滿 指控救護車業者 當初用話術說服和解 拿到80萬車損賠償 由於當時車監會判定救護車零皺貨車車主才認賠 現在因為判決逆轉救護車出勤 無隨車護理師也非緊急任務 過失比例達8成 貨車車主打算再對救護車業者提返還不當得利 雙方等待和解 三立新聞朝聖章李建營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